楊希空次長今天在機場告訴記者說 這一次他是取到日本專程前往亞洲各國去考察各駐在國實民館的管務 當巡集有關這兩國邦交的問題的時候 楊希空次長並沒有做正面的答覆 他特別強調希望國人能夠在國際滋留的通緝下 以無比的信心和耐力來應付這個變局 他更相信日本政府絕不是對其友邦過分的慘媚共載而喪失國際的信義